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逻辑,把它转成VBA 那转成VBA大概会有几种,我刚讲到就是切过来复制一个 那第一个就是输出,它就公式 第二个清除掉之后,输出里面就是结果 OK,就之前讲过了,刚刚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防住层次在 在运作还是怎么样,所以它会变卡住了,现在RUNKOK了 层次其实没什么改变,只是应该可能是层次的关系 最后一个就是给它一个结果,它会给你最后的结果 向下填满就OK了,所以就是刚刚之前讲过的东西 那只是说我们分别再把它做个复习,所以你等于是套同样的东西 然后外观基本上都是一样,所以输出这个 所以我们按部就办法,输出把公式放进去 所以第一个这个按钮怎么写,第一个一样切到VBA 那理论上因为我目前开两个档 要不就是你觉得会干扰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 再拉开一点点,就是你不能模组 之前有同学是看到模组,就把程式写在模组 人家的模组下面,变成说你这个是你的专案 结果你写到人家家的模组里面 当然现在执行也是可以的 因为同时开启状况都OK 但是如果你把它关掉存档,便存到别的档案去了 所以你下一次开,奇怪我不是写了吗?我明明写怎么不见了? 因为你写到另外的档案去了 OK,所以可能要注意一点,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 所以怎么办,你可以看清楚,这个插入一个模组 OK,在模组里面开始写程式 应该是写在这里,所以你要确认一下 先把它全部关掉,否则你可能打开不知道就写 其实是写到这边,所以可以把它关掉 再重新插入一个新的模组,然后在这边写 那写的方法我这边已经写完了,不过我把它稍微清掉一下 就从头来,因为有些东西应该前面各位都会,就是说 我们第一个是,光无知串里面是放公式 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前面讲过,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第几列,第十列 不过呢,假设这个第十,你以后要不但再修改 所以呢,比较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这个可能要慢慢习惯,因为这个未来就是 第一个是游标放在哪里 用放在a2,有没有,向下追踪 所以打一个a2,然后呢,点 它会出现那个清单,你打个1 它会出现and,你用选的 我是比较建议你用选的,因为选的一定不会错 那你自己打的很容易出的,像这个xl 当哦,那之前就有同学自己打 他就打成x1,看得出来,完全看不出来 有没有,所以呢,建议是用选的 然后呢,后刮符 再点,用row,row 另外还有一点技巧就是说,你打字的时候 全部都打小写 变大写 对,移开之后如果它有变大写 那表示你没打错哦 我移开给各位看一下,移开,有没有 首次就变大写 那表示你没打错 但如果你移开之后 还是小写的话,像比如说刚刚假设我 这样子,你如果 假设原来这边是小写 移开之后呢,它有没有变大写呢 这边变大写,表示这边没错 这边没有,那表示你打错了 像之前同学比较常打错的那个字 好像就是sale少,常常都少加s 对不对,然后你如果小写的话 你移开一定也不会变大写 有没有,它一定是小写 那表示你那个字打错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技巧 所以这些技巧如果你都有掌握的话 还有就是说相关规则你也都熟悉 程式要打错的几率就越来越低了 因为程式比较麻烦的点 就是说你一定只能打完美的100分 你错一个字也不行 程式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没有99分这种东西 你99分也是有bug 不行,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一定要完美 所以你要完美实在太辛苦了 每个地方都不能错 所以你不熟悉 还规则的话很容易出错 那你就是越写越挫折 所以为什么程式的门槛这么高 就是因为它只有一百分才是及格的 所以这当然一定要辛苦的道路 可是如果你写会了 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太方便了 太快了 那所以输出后面打个双引号 输出到哪里?输出到B栏 那如果说我今天先把这边先把它删掉 我切到前面去 把什么?把这个公式复制到那里面去 所以第一步还记得吧 如果你要把它复制到那边 在我们的双引号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先用一个Word 或者那个记事本 记事本的话 在那个副主应用程式里面 有一个这个记事本 那你可以用取代的 所以贴上之后 那把它编辑取代一下 一个双引号变成两个 对,那反正就这样 第一个规则 如果有的话 如果没有那就不用取代 第二个是再把它复制 经过它转换之后 贴到这个双引号的里面 同学之前也漏了双引号 贴上去 这样就OK了 不过如果你现在呢 直接这个把它先缩小 直接输出 那应该理论上它会 有 对,里面应该都是空白 都是空的 所以直接输出里面好像都是空的 但是有没有公式 有公式 因为它里面都是第二列 所以再把这个第二列 改成I就可以了 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这个二没有 那如果你忘了 就记那个公式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两个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对,控着控着 这样就OK了 但是尽量还是去理解它 这个理解意思是说 本来它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被切成前面跟后面 对,然后中间就是要串一个I 在end符号 才可以串 OK 这是规则 但是如果你实在是不想记那么多 你就是把那个公式记起来 其实也蛮快的 我觉得 就是闭着眼睛慢慢就熟了 熟了就照 照着这样做应该也不会错 然后把它再贴 总共会有四个A2 所以就把它贴四次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呢 再来执行 这样就有公式了 OK 只是说这里面还是公式 那第二个就是说把它改成清除 清除的话就是这个 复制过来 这边把它改成就是清除 然后里面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双引号把它改一下 改成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的话就是这边 把它就是改成什么呢 双引号两个 那就有清除了 OK 所以这边输出 这边就是清除 但是如果你用这种方式输出的话 那缺点就是里面公式一串 那 会档案变得越大 另外就是效率会比较差一点点 有的时候啦 好 不过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马上可以啊 你就不用去想VBA怎么写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不要用丢公式的 你就是 就是要把刚刚那个逻辑 再转换一下 所以 就要怎么样 来进入那个重点 就是如何把它转成VBA 那第一个范围一样 第二个是什么 我要 我们刚刚的 那个用的函数是第一个 我用φ函数 第二个我用μ的函数 第三个是ifl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一样的 那先找钱瓜胡 所以 找钱瓜胡的位置 我们前面多一个a的变数 这个a的变数自己可以取啦 我取一个 因为我要找它的位置 先存在a里面取 所以呢 那我想知道说 VBA的所有函数里面 哪一个是寻找函数 点下去 正面有没有 VBA点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 VBA里面所有的函数都列出来了 其中有一个叫instr 这个函数 钱瓜胡 不过马上应该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我怎么会知道 哪一个函数 VBA可以用哪一个函数 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坊间有这种词点 要不就是说呢 你有个方法 你打个VBA点下去 先找一个函数按F1 F1按下去呢 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把那个什么 帮我把官方版的说明书 调出来 F1哦 就是官方版的说明书 里面的话呢 就会帮你把这个instr函数 它的所有的解释 语法 还有使用方法 全部都帮你调用出来了 还有立体 有没有 还有意见反应 甚至你可以告诉他说 你写的实在太烂了 可以 因为他其实就是把英文翻译过来 没有做太多 你看 他其实这一串 上面有英文 下面有中文 他就是翻译过来的东西 所以这种东西 你不能认真看 你就看 看个大概 就可以了 因为你就认真看 你会觉得这什么 比小学生做文还要更糟糕 否则东西其实 语法都不太正确 另外如果说你要找更完整的 这边都是有没有 他这边有个function function就是所有的function都在这里 意思就是VBA里面所有的function 那你如果以后真的有心 你就把每一个点进去自己做笔记 真的 大概120几个函数吧 但其实还蛮辛苦的 不过说真的 刚开始学习真的就是要花一点时间 但不是说每一个你都要非常仔细的看 你至少要知道说呢 里面有哪一些东西 我将来如果要用的话 可不可以拿这个函数来解决我的问题 因为这些就是你将来可以用的工具 如果暂时还不太知道没有关系 至少了解一下有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以后的话呢 其中有一个是INSTR 还有个INSTR REV 这是什么差别呢 REV其实是REVERT 一个是从前面查 一个是从后面查 OK 应该意思一样 反正所以 如果你的东西在后面 你就从后面查比较快吧 OK 所以 其实有些东西是相关联性 等等 以后慢慢如果 会再讲到的话 我们会再做说明 比如LEN 好像一样 拿MID MID 有 有没有 用法其实都一样 有一些不一样 有一些是一样的 OK OK 那我 有的是英文 有的是中文 MID MID 其实他 所以我说他 这个 这个真的 你可以 他其实就是很 翻得很糟糕啦 我不能只能这样说而已 他其实 这个应该是MID 他怎么把它变中文的 我都搞不清楚 微卵收你钱 如果做事情是这样子 美国人真的 对 所以有时候买美 MID MID 你也买不到 你买到你要小心 他就是做事情 不是不要再多说了 不然现在微卵帮我列个黑鱼 那怎么办 我是觉得他的这个 可以参考 但是你要知道 他就是直接把英文的东西翻过来 OK 就是看看 里面有这些很多说明 里面很多这些其实也可以看 他实际上就是希望把它整个 反而旧的版本 Office2007以前的说明档 反而做的比较好 因为他是跳一个视窗 就在你电脑里 不用跳到网页 而且是中文的东西 我现在不会有这种问题 反而新的版本比较会有问题 这个我不懂 新的反而没有比较好 就像那个Window 7 也用的好 Window XP其实以前用的好好的 但是他就是一定要你升起 他就是不让你继续用 为什么 你继续 这我不知道 这个自己去想象吧 但是基本上VVA的概念都一样 所以就没差 30年前跟30年后的东西 其实都差不多 OK 所以微软真的很好赚 对不对 30年前的东西 继续赚就对了 OK 所以 比尔盖茨会成为世界首富 这么久 虽然最近被那个 那个 亚马逊那个 给超过了 不过好像两个伯仲之间 反正都是非常有钱就对了 好 那重点 第一个就是查钱瓜糊 我们不用fine 因为他里面没有fine 但是他有个instry 那instry这个函数 特别注意 钱瓜糊一下 他也会跟你讲说 你要给我什么东西 那如果是中瓜糊的话 有没有 第一个它start 意思说从哪个字开始 instry1 instry2 其实这个跟fine函数 概念是一样 可是他的那个参数刚好颠倒 也就是说我们fine函数是先什么 先给钱瓜糊 再去哪边找 他刚好颠倒 他就是先去哪边找 再找什么 自串 所以我要跟他讲说 你要去帮我到那个 储存阁 这个sales 所以你跟他讲说 你帮我在那个储存阁里面先找 他的位置在sales i列的A欄 所以你跟他讲说 sales A欄 逗点找什么 找钱瓜糊 找钱瓜糊 那你告诉我位置在哪里 所以ok 第一个就是帮你找到了 那但是别注意 第二列应该是没有 第三列是找到第三个字 那所以还会有一个b b是后瓜糊的位置 所以我把这一行复制一下 贴下来 然后这边改成b 找后瓜糊的位置 那我就知道 前瓜糊跟后瓜糊的位置 然后在做什么呢 sales b的部分 我先把它清除一下 salesb里面的东西 就是用vba里面的另外一个函数 叫mid mid什么呢 前瓜糊 找什么呢 找salesa里面的东西 所以一样 就是储存盒里面的 i列的a欄里面帮我切割一下 这个概念跟那个 sales里面那个还蛮像的 只是换到bba的里面 第二个他问你说star number 其实就是star 哪一个字开始 前瓜糊位置在哪里 a a怎么样 加1 有没有 逗点 后瓜糊的位置 减前瓜的位置 再减1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好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像a2有没有 这个里面没有 他就是00 如果00加1 0减0减1 这个就长度-1 那就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能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if 如果什么呢 a 或b 其中一个是0的话 那就跳过就好 就不执行 所以这边会需要一重逻辑就好 如果 意思就是说 当什么情况下才切割呢 当a不等于0的时候 如果 等于是这样 不等于是这样 如果不等于0 意思就是说 有找到前瓜糊 那其实 我们用a来代替代表就可以了 其实a 只要不等于1 表示有找到 有前瓜糊 大概就后面应该有后瓜糊 所以我们稍微偷懒 不过我先用比较简单的逻辑 a不等于0的时候 then 然后enter两下 先打end if 其实不用else 因为 这边一重就好 因为只要不等于0 就切割 那等于0就跳过 就什么事都不要做 保持空白就好了 ok 那就把这个 这个是这一行 放到中间来 然后按个TAB键 就是当什么呢 当他不等于0的时候 不等于0 意思是有找到前瓜糊的情况 他就不等于0 如果等于0 意思就是说里面 像这个是等于0 所以其实这一段叙述有点像if er if er就是把它切 所以基本上 用那个in3取代find 这个mid的一样 然后用if logic判断 去取代if er 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先把它清空 然后执行一下 有没有ok了 应该看得懂这个逻辑吧 执行 当然有同意说 老师每一次你都这样一跑 然后我们看不到细节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让他程式先停一下 不要一下就跑完 其实有个方法 如果你要让他慢慢跑 增错里面有一个组行 叫F8 所以你要可以怎么做呢 按F8 游标放这边 你不要直接按 直接play 执行 你可以 按F8 做什么呢 他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你说 现在变数里面放什么值 所以你会发现 A现在等于是吧 A跟B里面放什么 等于0 因为找不到 B也找不到 所以他这边呢 是不是不等于0 等于0才会进去 不等于0 等于false 表示他是等于0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跳过去 意思是不要进去 他不进去会怎么样 就不执行 NAS NAS就是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3了 3就是下一列了 下一列的话 有没有找到 A等于3 B等于9 不就刚刚那个fine 一样的东西吗 然后进到里面了 帮你切割 丢出结果来 有没有看到 OK 所以如果 假如说以后 你觉得说程式跑太快了 你还可以配合什么 真错 但是如果说你大概 已经跑得差不多 因为f8一直按 也手蛮酸的 你想说老师可不要再按了 不然 如果你不想再按 你就再把它按执行 他就全部执行完了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希望程式跑慢的话 可以记得 那个真错里面有一个f8 你就可以让他慢慢去看 然后并且看到细节 我觉得这个功能 对于那个初学者来说 还蛮有帮助的 因为很多城市里面 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没有这种东西 你就是只能跑完 然后自己再去推敲 哪边可能出错 VBA这个环境还不错 他可以让你出航 那你游标可以再放上去 每个变数 放什么东西 他都会告诉你结果 甚至你把它选起来 有没有 再放上去 他会告诉你结果 目前的那个 true force也会显示出来 这个功能导致非常的棒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一口气 就把这三个按钮讲完了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来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